玉碧之战是高欢升平的最后一战 正是这一战的惨败 带走了这个萧雄最后的精气神 其实这并非是高欢战术不佳 而是他的对手维孝宽太过狡猾 高欢攻势灵力出手不凡 招招文准狠 攻的是精妙绝伦 维孝宽则剑招招招借力打力 四两拨千斤 守的是滴水不漏 从高欢攻城到维孝宽首长使用的战术来看 可谓是金木水火土五行巨拳 都达到过来战争中 无所不用其解的程度 今天老笨蛋就带你走进这场古代战争史上 涉及战术内涵最丰富最齐全的玉碧之战 玉碧城所在的峨眉园 是从东北流向西南 注入黄河的坟水和箭水的分间里 受雨水重刷和河水侵蚀 临河一面的黄土台地被切割出了一道道沟壑断壁 所以这里常见已必命名的地名 春秋时代 金国曾依托这里的地势 构筑了防御隆敌的房间 如果高欢想从自己的大北营建养南下 经蒲板入侵关中 玉碧城就成了他绕不开的一道平掌 于是在公元546年9月 高欢统领着20万大军 就到达了玉碧城下 城内的维孝宽 虽然手里只有八截守军 但他在面对高欢的20万大军时 却异常兴奋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担任男主角 他对自己的能力有着充分的自信 所以此刻维孝宽的头脑里不是恐惧 而是各种工坊的预案 他仔细推敲着每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与此同时 城外的高欢也在苦苦思索 宇文太在关中始终按兵不动 自己围城打人的构想也就无法实现 如果不攻下玉碧而是绕过去 吸入黄河直扑关中 玉碧守军便可以在后方切断自己的粮草补给 这是高欢所万万不能接受的 孤儿高欢决定先拔除玉碧这个眼中地 虽然上次在玉碧城下吃了一次亏 但他相信这一次历史绝不可能重演 因为他是有备而来的 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玉碧城的命门 自古攻城之法 不外乎围困和强攻两大类 围困则多注常围 而强攻则有水攻火攻土攻地道 以及攻城气息 由于周回巴里的玉碧城 建于四面断崖的山远之上 并且屯两冲锁 所以高欢不想采用围困战术 而且玉碧城的特点是地势高举 攻方只能养攻 这对攻城一方十分不利 不过对于守方来说 这样的地势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城中难以蓄水 自古都是水往低处流 故而席为守军的生活用水 全都取资城北的坟河 高欢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决定把坟河改道 让城中无水可用 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就是高欢的风格 他做事向来爱用巧见 从不喜欢蛮干 即使在自己人数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谋定而动 高欢立即组织东卫军大搞水利建设 果然是人多力量大 仅仅一夜之间 东卫军就在玉碧城的上游筑坝 补塞了坟河河道 同时又另开了一条饮水干局 隐生生地改变了坟河的流向 不过是做了一长梦的时间 坟河就断流了 玉碧城也该断水了 然而这次高欢却失算 玉碧城内根本就没有缺水 因为维孝宽对此早有应对之策 玉碧城靠近原先的河道 因此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 他在城里挖井 很轻松地就解决了水源问题 花了这么多的人力 搞了这么大的工程 结果却毫无用处 这让高欢大失所望 就和现在包工头造了一幢大楼 却拿不到一分钱工程款一样的失望 一记不成高欢又生一记 高欢下令在玉碧城南堆住土山 以便从高处攻击城内 甚至还可以凭借土山直接冲进城 眼看土山越来越高 维孝宽就对土山对过的两座城楼进行了改造 他命令士兵为用木头把他们连接起来 并且用木板继续加高 由于塔楼本身的基础就比较高 可谓是赢在了气泡线上 故而他始终比土山高上一截 而且上面还时刻有士兵手持强弓硬弩把手 按照生活常识 站得更高尿的也就更远 同样射箭也会更远 按照物理学常识 位置越高其重力势能也就越大 转化的动能也就越强 杀伤力自然也就越高 于是在西卫军居高临下的打击下 东卫军伤亡惨重 土山最后不得不彻底停工 于是高欢派人传话给微笑宽道 纵使你妇娄至天 我也会传承取你向上人头 尽管公事再次受挫 心机巧妙的高欢又有了新办法 那就是地道 就算你微笑宽把楼建得像天一样高也没用 我还可以用地道来进城 接下来高欢两路并进 一方面他令人在南面 悄悄挖掘了十条地道 一方面在梦攻玉璧城北 以吸引西卫军的注意力 从而掩护地道的挖掘行动 那么高欢用此处攻玉璧效果如何呢 还是两个字没用 因为玉璧城的北面 本来就是断崖天性 加之微笑宽手艺得到 尽管东卫军的攻击咒也不息 但城外还是死尸枕击 远望如同一堆堆江浦的荒野 城池却依然稳如泰山 至于高欢在城南挖掘的地道 也被韦小宽坦致 他在城墙附近掘了一道道壕沟 拦在地道之前 壕沟里有士兵把守 一旦地道凿穿 就将里面的人擒杀 所以当东卫士兵们费了好大的劲 千辛万苦挖到地道的终点时 也是他们人生的终点 他们将在这里咽下人生的最后一口气 全副武装的西伟军 早就在地道口等着割他们的脑袋 到后来韦小宽觉得 这样割脑袋效率还是太低 他就命人在地道口堆积柴心篝火 只要发现地道中有人便点燃柴火 还用皮排骨吹 烟火吹入地道 致使地道里的火越烧越往 东卫军不是被烧死就是被枪死 皮胶肉烂惨不忍睹 其结果就是高欢这十条地道 都成了东卫士兵的地狱 在付出了极大的伤亡后 高欢穿地入城的策略 也只能彻底宣告失败 但高欢还是不器人 因为他还有专与工程的重量级高科技武器 那就是冲车 这种冲车是尖顶木质顶上盲有牛皮 所以极为坚固 它的内部有一个用铁链挂于车顶的极为巨大的圆木 其前后两端都有金属头 称为工程锤 其攻击方式为依靠车内士兵们的合力 用工程锤猛烈撞击城墙或城门 高欢的这辆冲车 堪称冲车中的巨无霸 如果说普通冲车相当于1.6T排量 那么高欢的冲车就相当于6.5T排量 维小宽先试着让手军用常规的排盾来阻挡 然而这辆冲车的威力实在精力 车之所及莫不摧毁 但维小宽马上就想出了对策 他命人用后部做了许多账满 从城墙上旋垂下来 根据冲车的走向 哪里被冲就挡住哪里 悬空的布满将冲力大不消极 冲车的效应就难以发挥 东魏这边又在长杆上绑扶了引火之物 想要点燃布满 同时烧毁城楼 但维小宽又叫人做了长长的铁钩 钩刃锋利无比 火干一地过来 就用铁钩钩断上面的松麻等烟火之物 这些烧得正往的松麻纷纷脱落 不仅没有烧到西魏军的任何东西 反而烧死了很多聚集在城下的东魏士兵 高欢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 看到维小宽如此难缠 他也开始着急了 但他依然相信自己一定能攻下这座小城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高欢终于再次出手了 东魏军又变成了地下工作者 开始挖掘地道 难道高欢还想重复上一次的失败经历 当然不是 高欢这次用的是他的撒手锏 地道坟柱法 十几年前他就曾用这种方法 依据攻占了高大坚固的夜城 只不过当时的对手 是耳珠式麾下的向周刺势榴弹 而这次的对手微小宽 显然又狡猾得多 因此高欢不敢掉以轻心 他让东魏士兵在玉碧城的四周 同时开挖了21条较浅的地道 边挖边用木头柱子支撑其顶部 等挖到城墙脚下 再往柱子上涂一通幽 随后用火点燃柱子 撒手锏就是撒手锏 效果那是相当的明显 转瞬之间助他地线 城墙失去支撑 出现了多个大缺口 高欢随即命令部队立刻发起进攻 这下微小宽你没辙了吧 然而微小宽依然有辙 因为他的准备实在太充分了 他早就扎了好多木炸篮 哪里有缺口 哪里就用层层叠叠的木炸补上 虽然这些木炸篮没有城墙那么坚固 但依然是一道东魏军难以逾越的屏障 而东魏军的人数虽多 但在玉璧这个弹丸之地根本施展不开 在西魏军种植城城的防守下 东魏军死伤惨重 却依然难以前进半步 高欢使见了浑身解数 还是奈何不了微小宽 玉璧城仍窥然不动 其实高欢也想过 从内部攻破玉璧这座堡垒 他曾派苍曹参军阻弹劝微小宽说道 阁下独守孤城又未闻救兵 只怕终究不能全身 何不早早归降 微小宽则回答道 我方诚实严顾 军粮有余 功者自劳守者常义 岂有寻朔之间便需救援的道理 真正值得担心的反而是你们 只怕你们再也回不去了 我微小宽关西大丈夫 绝不会投降他贺六魂 祖弹剑说服不了微小宽 便转移了目标 试图策反他的不响 于是祖弹大声对城里的守军说道 围城主受了官军容落 如此孝命也就罢了 你们这些普通军民 何必非要拍着他上刀山下火海呢 他还让高宽许下重赏 并让人把悬赏文书射入城内 上面写着 能战城主祥者 白太尾 封开过郡宫 赏播万辟 微小宽见了 则在其背面亲手提文 上面写道 若有展高宽者 依此照上 然后又射回城外 微小宽的侄子围牵流落到关东 这时也被高宽捉来 拉到城下用刀顶着脖子 说你要再不投降 他的命就没了 微小宽则继续指挥防守 根本都不看侄子一眼 守军将士本来就有许多是他的乡里乡亲 此时更加感愤 人人抱有必死之心 饶式高欢 久尽脑汁用进了各种攻城战术 五六十天下来 玉碧城仍旧窥然不动 到了后来 连辛苦筑起的土山 也被微小宽派兵占据 想要发动攻势更是愈发艰难 而东卫这边 连攻城死伤带感染一臂 总共死亡七万多人 将近总兵力的一半 尸体来不及掩埋 只好堆积成巨重 或者丢入沟壑 据调查者声称 今日玉碧故城遗址的西边有一具鹤 当地故老相传为万人坑 鹤内断崖上时而可见雷雷白骨 应该就是当年惨死于玉碧城下的东卫士兵遗骸 高欢恨的咬牙切齿却束手无策 他此刻的心情就像北京三环高峰期的路况一样 不 玉碧是那么近 触手可及 但玉碧又是那么远 遥不可及 高欢已经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累计一河一条 对土善一座 造重刑冲车一辆 挖地道三十一条 然而做出了如此努力 玉碧城却依然稳稳地掌握在西卫军的手中 纵横天下数十年 高欢还从来没有这样窝囊过 二十万人攻打一个八千人镇守的小城 却始终无法得手 自己损兵折将 对方却几乎毫发无伤 实在是太丢人太没面子 他越想越感到耻辱 越想越感到焦急 自己的部队损失惨重 让他心疼 如狐狸般狡猾的围小宽 让他头疼 郁闷烦躁 食欲不振 让他胃疼 急火攻心忧愤成疾 高欢终于病倒了 转眼已是十一月 天气愈加寒冷 而大部分东魏士族 根本不曾携带东一 一个个只能蜷缩在营帐里 瑟瑟发抖 这天晚上忽然有一颗流星 坠到了东魏营地 一时兼驴马丝鸣 人人皇居不知所为 这显然是个不祥之兆 将士们不由得更加恐慌 高欢决定班师 这是个痛苦的决定 也是个无奈的决定 因为他病得越来越重 尽管不服输的 他还想再坚持下去 可是他的身体 已经不允许他再坚持 公元546年11月1日 东魏军悄悄地解除了围攻 撤离了御病 对于高欢和东魏将士来说 这是怎样的一种伤痛 而这一切对于 韦小宽和守城将士来说 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心系 他们创造了一个 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这一战让韦小宽 从无名变成了无敌 从平淡无奇变成了一代传奇 从微不足到变成了微震天下 欲逼这场中国古代历史上 最经典也最精彩的城防战 从此涌吹十字 宇文泰听到高欢败退的消息 自然是喜出望外 他立刻加封韦小宽为票棋大将军 开服一同三思 禁决建中宫 同时受到好评的还有王思政 因为没有他的大理推荐 就没有韦小宽的经验表现 就在西魏国内大肆庆贺的同时 回到建阳的高欢 却被推荐了重症监护士